由美国英龙传媒主办的第13届中美电影节 首届中美电视节29日在洛杉矶拉开了帷幕 中美影视的名流《中美政要欢聚一堂》 共同来迎接中美影视的盛会 请看报道 2017第13届中美电影节首届中美电视节 29日晚间在圣盖伯·谢尔顿酒店 举行影视庆典和欢迎晚宴 来自中国大陆影视界的名流 中美政要和好莱坞明星 名制片人齐庆共欢 拉开中美电影节电视节的帷幕 中美电影节主席苏彦涛 共同主席胡惠玲 洛杉矶中领馆副总领事戴双明 美国联邦众议员赵美兴 加州众议员周本利 中管影视出版社社长 管店联盟理事长王卫平 中营海外推广公司总裁 补国庆 怀疑影星贵雅雷 著名导演尤小刚 谭继礼 徐晓明 著名演员西美娟 吴刚 江莉莉 张光北 何正军 洪剑涛 孙茜等大陆影视演员 均出席了欢迎晚宴 好莱坞名制片人摩根 Rachel Anderson 贵斯利比也出席了欢迎晚宴 有大概将近一千位的贵宾 有来自中美的电影人 也有来自我们社区的社区领袖和民选官员 我们非常荣幸再一次在这里 跟这么多的电影好朋友来欢聚 期待接下来这个月 中美电影节能够带给大家 优秀的中美电影和电视剧 今年邀请我们了 所以我们就有机会 第一次来参加这个电影节 很兴奋 很高兴 中美两国之间的电影电视方面的交流 不单是繁荣艺术 同时也能够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 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希望这个电影电视节取得圆满成功 这个电影节不但是中国人的电影节 是世界电节 为什么 因为是两个强强大国在一起聚会了 我想这个电影节 忽救了中国和美国电影人的一个桥梁 同时也建立这个平台 第一届的中美电视节 所以我觉得能够参加特别有意义 同时我有一部电视剧 幸福有配方 我来参展 所以呢 首先我们已经入围了优良电视剧 所以很荣幸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吴刚 问候大家 问候大家 非常开心 非常高兴 能够参加这个盛会 人们的名义续集现在还没听说呢 大家才希望看到了 争取争取 谢谢大家 美国多个城市的市长 市议员也送来贺传 华人社团的代表也帮发奖牌 祝贺第13届中美电影节 和首届电视节取得圆满成功 环球东方记者 吕玉冲 洛杉基 参访报道